VBA裡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序詞 工作表哪一個 第幾個的意思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如果1的話一定是要放第一個 如果你不是放第一個的話 你可能用那個名稱 名稱的話就雙引號 裡面給它的名稱 這個是指向哪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因為有的時候當然你不可能都放同一個工作表 你可能很多工作表 你可以用序詞物件去指定 你的資料在哪一個工作表裡面 你後面可以給儲存格 或者你可以用Range Sales是儲存格 Range的話 除了說它可以是一個儲存格 像這個是Range A1 也可以是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冒號到哪一個是一個範圍 所以之前有同學工作裡面蠻常遇到 比如你有100個工作表 你要把它合併成一個 有沒有 常常遇到 如果你不會用 SHITS加上那個Range 物件去做 做複製 跟搬移的動作的話 那你可能變成要塗髮鏈鋼 複製貼複製貼 有沒有 以前我看蠻多人每天都在複製貼 太辛苦 所以如果你會用VBA 跑個回圈 所有的 有沒有 工作表裡面知道 就馬上合併了 那可以合併 可不可以拆開 這樣也可以 合合分分分分合 所以 工作裡面 用到eSale 你不會用VBA 我覺得事情真的變簡單太多了 而且變得很快有效率 那 只是說你要了解像這幾個物件 所以 SHITS工作表 然後Sales是儲存格 哪一列的哪一欄 然後Range的話是哪一個位置 不過它是一個自串 OK 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有用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什麼 另存新檔的話 這邊會用到一個叫Walkbook Walkbook 有沒有 Walkbook物件的話 指的是工作部 就是Excel的意思 所以呢 你有很多Walkbook 瓜胡其實就是它的檔名 實際上就是Excel的那個檔案的意思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會這些物件的操作 基本上 就通通可以 完全不需要用滑鼠鍵盤 也可以控制所有一切 所以你說 只要你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通通可以用VBA取代掉 你能夠做什麼事 太多了 而且呢 在那個 VBA裡面還有自動執行功能 你只要Excel打開著 它可以時間到自動執行 時間到自動執行 欸 而且喔 這個功能我覺得 比Python還要來的強一些 因為Python裡面喔 好像 要能夠自動執行 還要用外部呼叫 還要排一層 我覺得太麻煩 所以 我在雲端上有放一個 就是說 乾脆用 因為VBA這個部分比較強 所以乾脆用VBA配合Python 我時間到 我去用VBA呼叫Python 去執行那些事情 兩邊可以混搭的啦 沒有人說那個 只能用一種語言喔 所以以前我們就經常 就是不同語言可以混搭的喔 沒有說你只能用一種 比如說它那部分強 我就用那部分的比較強的功能 OK 那可以用什麼方法喔 以後的話你也可以再 多學一個 一個物件吧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 一次有自己本身 點下去之後它有個什麼 它有一個方法叫 On-Time On-Time這個方法喔 其實就是說 當時間到做什麼事 所以你們有興趣的同學啦 自己再去找找 這方面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你有點像鬧鐘一樣喔 每天幾點幾分自動去 比如說你要去抓全世界的 因為 每一個地區的時差都不一樣 你可以設定時間 比如說它開盤是幾點幾分 你就是 時間一到去開盤 去抓某一個區 某一個國家的那個股市資料 然後做一些比對嘛 然後甚至自動下單其實都可以啦 現在很多人都用程式交易 就可以利用類似這樣的功能 OK On-Time喔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按F1 有沒有 我覺得喔 VPA有個還不錯的功能就是說 它有些不會的喔 按F1 官方的說明檔都跳出來 那當然它官方的說明檔寫的真的是 嗯 欸 不是很OK啦 但是聊勝於無 而且喔 這個是官方寫的 一定是一手資料 很多其實後面那個 坊間的書籍都是從一手資料 衍生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 像我的習慣我一律就看一手資料 自己再去try就好了啦 有個東西其實就自己就可以有答案了 你不一定說外面坊間書籍 找半天也不見得有答案 或者你Google半天不見得有答案啊 Google到了結果的時候 也不見得真的能夠run出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喔 給各位參觀 Application 配合on-time方法 實在太好用了 甚至你可以再把它變成什麼 特定時間執行喔 甚至我後面有範例是 用VBA去呼叫拍上程式的 這也蠻好用的喔 OK 其他有這些 再來的話呢 我們衍生性的在 我剛剛有提到喔 有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網路資料有沒有 像資料裡面要爬Web 那Web部分的話呢 你點開來 它會跟你講說 你要抓什麼資料 比如說我要抓的是 像很多那個喔 很多人很喜歡算名牌啊 算那個 比如說大樂透 下一期應該是幾號 就是開出哪一個號碼 那當然網路上有歷史資料 可是那個歷史資料很多 那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自己Google一下喔 這邊的話 也許你從那個 Google的這個地方 你如果輸入什麼 輸入大樂透歷史好像就有了 空一格 欸有沒有 大樂透歷史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樂透雲 點開來看一下 欸有沒有發現 樂透雲 從1月1號開始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所以它的規則應該是 好像每三天吧 欸這個四天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裡面都有有沒有 從2019 所以它最早是 底下往下看 你會發現它歷史資料 這麼多這麼多 第一頁到第16頁 所以第16頁的話 好像從2004年就有了 這麼多資料 OK 它的規則一定是 1到49號 每一期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16頁呢 通通都一鍵下載到Excel的話 或者一鍵下載到Python的話 你要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你剛剛那個會做的話 這個你就會了 第一個一樣錄製劇集 錄什麼劇集呢 錄那個 有沒有 資料 剛剛是從檔案對不對 把它改成從Web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這邊都按4啦 因為它這個好像有那個相容性問題 然後呢 第二個你看一下它的規則 IndexPage 等於1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 2 有沒有 IndexPage等於16 所以你就跑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1到16嘛 那不就是自己會去抓下一個Page的資料了嗎 對不對喔 所以第一個你就錄製 第二個錄製完之後的話喔 其實就是把第一個Page 把這個第一個Page貼到這邊來 可能會有些狀況就是說 它裡面好像有一些語法 你會發現這個其實 這個是點ASP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Web的程式 的位置 所以它網站上面就用ASP寫 這個技術雖然很舊 但是還是很用 你只要有那個Windows 它應該用那個IS就可以架佔了 那後面的話 問號後面就是它的參數名稱 參數名稱叫IndexPage 後面傳遞給它什麼東西 那end是第二個參數 參數的話就order by new應該有old new應該是由新到舊 那如果我猜應該沒錯 這邊應該可以打個old吧 old enter 有沒有 是嗎 由舊到新 所以其實以後呢 這些東西如果 那這個東西其實 裡面你知道參數怎麼傳 有時候你就可以抓到你要的資料了 但是有一些當然呢 它就故意不讓你抓 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故意不讓你抓 但是你還是抓得到 但是就有趣的地方 不過只要花時間 所以也就是說 只要是放得上網路的東西 其實都抓得下來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做適當的處理之後 變成另外的新動 像其實agoda hotel.com這些 其實它充其量就是 抓人家的網站上面 飯店上面的相關資訊 然後統整之後 也許就可以當仲介了嘛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這也算資訊服務啦 那這邊的話呢 所以你也可以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自己抓 然後抓到的時候最多 然後呢大家就來你這邊找就好了 OK 這樣的話你可以 就可以 中間就可以想出 有些商業模式 那這個商業模式 就是你賺錢的方法 那這個賺的錢 其實當然就是合法的 OK 所以當然這 就要去想想看 每個人每一個 就可以憑你的本事 因為它有需要嘛 比如說呢 我可以把所有全世界的 開獎號碼的那個網站 全部搜羅 然後呢 我把它建 database 它如果需要的話 來我這邊找就好了 甚至我還可以寫一些 簡單的程式 但跟它 嗯 不要拆名牌之類的 不過要收一點錢 那前提可能就要跟它講說 如果不中的話 你不付那個 那個保證 不然的話你永遠保證不了 那個 好啊 這邊的話就是 把這個複製之後的話呢 你錄製聚集 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來 然後倒一下 OK 這邊它會出現 因為這個是JavaScript的錯誤 你就按4就好了 通通把它4 OK 一樣把它4 它這個程式可能太老舊了 所以很多地方會有bug 所以把它全部按4就好了 讓它全部執行 這可能新舊版本 好 那再來的話 怎麼把它code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從web它有個重點 就是說 它只會去抓網頁上面的表格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的那個物件名稱叫 query table query就是查詢 table就是表格 所以呢 它其實主要是幫你找 網頁裡面有沒有表格 那所以我們有表格它會顯示像這樣的符號 那我們要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打點一下 這個是我要的表格 會錄到哪裡呢 會錄到A1 那你把這個部分錄下來之後喔 再做一個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其實就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喔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我把最後做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欸我把程式改完喔 的部分在這裡 就wish到wish啦 其實就這一段 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那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 如果A1是空的 那從第一列開始 如果不是的話 就向下追蹤 那基本上呢 它這個地方本來 這邊應該是本來是什麼 本來它這邊是text 它只是把它改成什麼 UIL UIL就是網址 那那個網址裡面的話 本來這邊 本來應該是等於1啦 那我只是把這個1怎麼樣 改成I喔 I怎麼改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再把那個AND前後 加上空白 OK特別注意喔 意思就是 把這個變數串在中間 串在中間應該看得懂吧 OK 串在中間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解決那個A1有沒有 把那個A變成R 這樣子其實程式就寫完了 本來這邊一樣會有錄一堆很多行 我是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其他都不需要 大概只需要這個吧 這個叫Web Formating 要不要把網路上面的格式拿下來 其實就不要 OK 然後呢 那你要那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表格 第五個 然後把它轉換 並且下載 我試一下可以看喔 下載 16個 全部 下載下來了 有沒有 2019 Ctrl向下 2004 有沒有 瞬間就下載下來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全世界的東西 你也可以很快把它爬到 Excel裡面來 所以這樣的話 可以延伸性還蠻大的 這個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也有把那個 剛剛的重點 放到我們那個 就是雲端上面 步驟這部分 畫面前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大樂透 歷史 當然 這個部分 還有很多 只要網路上的東西其實都可以抓 但是 這個 網路上的支配要抓取 其實還有蠻多地方 可能要 要了解的 像是 網頁上面的相關的知識 比如說網頁 HTML的架構 或者是說一些 那個 動態網頁 ASP PHP JHP 或者其他的那個 動態網頁語言 如果你都可以 至少了解的話 以後對於你抓取那個 網路資料 會有蠻大的幫助 因為很多觀念 如果你不太了解 你可能抓取 還是會遇到一些盲點 有些人 奇怪為什麼你抓得出來 因為我自己有做後端 我當然很熟 如果你對那個 後端的程式不熟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你抓不下來的東西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 可以的話 就把剛剛的概念流程 改成蟲位